大家好,我们在新卫明律师事务所 我们律所已经有14年的历史了 我们现在录这个视频纪念一下 我们律所为数千位的各类申请人取得了绿卡和签证的批准 有的时候申请人希望知道为我准备申请的到底是哪一位 它的背景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reintroduce ourselves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蔡律师,有化学方面的本科和PhD学位 然后我在乔治城大学取得了法学博士的学位 像前面提到的,我们律所已经有多年的经验 在这里是我们的同事们 下面大家会逐一来介绍一下他们自己 大家好,我是杨律师 我也有化学方面的博士学位 然后本科是高分子材料领域的 我是拿到EB1A律卡之后 在2014年加入了新闻明律师事务所 至今已经为上千位客户获得了 绿卡和签证的申请批准 我的名字是Don Forrest 大家好,我叫杨晓 我从同济大学医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 我在新闻病毒师事务所获得了 O1和Perm绿卡的批准 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10年 为若干客户取得了各种绿卡和签证的批准 大家好,我在张远远 我是美国明治苏大大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 我在美国的乔治梅森大学获得了法学硕士学位 我自己是通过EB1A途径获得的绿卡 我已经为超过600位客户获得过工作签证和移民绿卡申请的成功 大家好,我叫乔沙 我是有美国的Master学位 以及从德国获得的本科学位 我在新闻病毒师事务所已经工作了超过7年 为数千位申请人获得了H1B、EB1A还有亲属移民以及Perm的申请 谢谢 Hello, my name is Nezhuah Saad I've worked with the law firm for about four years I have degrees in management, French and political science I've enjoyed working with clien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together we have a very excellent record of success With petitions for our clients in NIW,EB1A,EB1B,O And of course, we work carefully with you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to ensure your success 大家好,我叫王小平 我在教授上学位 获得了Master of Science degree 我也有paralegal的certificate 我在新闻病毒所工作超过八年了 我的家人为我申请了绿卡 我取得绿卡了以后 也为我的亲人办理了绿卡申请 我在工作期间帮助许多客户成功地办理了移民申请 我们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谢谢 大家好,我名字叫Sabrina 我现在在上MIT 在学计算机 大家好,我是王威 我是在美国的Indiana大学 获得博士学位 我的专业领域是化学 细节的研究方向 主要包括有机化学和化学生物学 我是前实验员在若干个美国的大学 还有一些药物这家公司 然后我是在五年前加入新闻病律师事务所 我曾经其实蔡律师和我的同事们一起 帮助了大约数百位的客户 获得了绿卡的通过 我叫葛依伟 我在美国的密苏里大学获得本科学位 曾经在华盛顿的新闻机构工作 我在新闻病工作已经超过三年 好的,我再总结一下 让大家看到 我们新闻病律所最重要的assets 就是我们的同事们 我们有多年的成功经验 此外呢,我们有非常出色的团队 像我和我的同事们 我们大多数都有博士和硕士学位 我们有通过EBYA杰出人才和NIW的国家利益豁免 取得美国律卡的亲身经历 然后呢,我自己和我的同事们 我们也有通过Perm和亲属移民取得律卡 以及取得O1和H1B批准的亲身经历 我们律所到现在已经有14年了 我们为数千位的申请人 取得了各类申请的批准 有这方面的移民的问题 欢迎联系我们 谢谢